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家网红店 我攥着手机响了会儿 打开跑腿的小程序下了一单 定位就在这家饭店 我加了跑腿微信 跟他说我要找个人 就在这个店里呢 你能不能悄悄拍个照或者录个视频 然后我直接给他转了200 跑腿小哥看我这么痛快 同意了 我把女友的特征跟他简单描述了下 然后就是等 那几分钟我很矛盾 既希望他能找到 又不希望他找到 过了三四分钟 他给我发了张照片 问是不是这个人 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 看到的那刻还是浑身冰凉 他和一个男的在单独吃饭 压根就没有他之前说过的女同事 然后他给我陆陆续续又发了一些照片 虽然照片有些陡 但我还是认出了男的是谁 他高中同学 两个月前他参加同学聚会 朋友圈发过一张合照 里头就有这个男的 之所以有印象 是因为我看到他闺蜜留言 说你旁边的是不是你们班 那个校草 triple x 还是那么帅啊 女友回了个无嘴偷笑的表情 他闺蜜又说 不过你也越来越漂亮了 他后悔吧 我当时问他 他说 这个男同学上学的时候追他来着 不过他没同意 然后他又补充 人家现在马上就要结婚了 让我爽胡思乱想 十来张照片 两个人相处的姿态明显不正常 我心情很复杂 一个人干坐着抽了半包烟 晚上我又给他打了一次电话 无人接听 快十点的时候 他给我视频 在酒店大堂 而不是房间里 他说 晚上在大堂不夜城看演出来着 没听到手机响 现在好累想睡觉了 匆匆和我说了 几句一要进电梯为由挂断了 晚上我睡不着 去看他朋友圈和微博 试图从里头找出点什么蛛丝马迹 最后果然让我发现 他曾点赞过一条可疑的微博 是一杯酒的特写 时间恰巧就是他同学聚会那天 4月20号 这个微博账号发过几条日常 没什么特别 但是有一个女号总活跃在他的评论区 我顺藤摸瓜找过去 稍微翻了下 我就确定了 这是女友的小号 因为4月20号这个账号有条微博 和她那天发在朋友圈的话一模一样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 像朵永不凋零的花 而最让我脑门充血的是 这个账号在昨晚发了一条微博 关掉顶灯 我可以大胆一些 流转小灯 你可以看清我一些 你只属于我 我也只属于你 很难描述我看到这段话的心情和感受 这段时间 他在我面前一切正常 甚至和我已经在讨论结婚的事情了 彩礼多少 酒店订哪家 婚纱买哪个牌子 逆月旅行去哪 踏马的一点马脚都没漏 我一晚上没睡 第二天就托朋友帮我去查一下这男的 我记得女友说这男的马上要结婚了 我必须要求证一下 第二天 女友出差该结束了 他给我发消息 说今天还是会比较忙 没时间回我消息 到了中午 我看到他微博小号更新了 是一张风景照 定位就在西安的大唐芙蓉园 这时候我朋友消息也来了 朋友给力 半天时间就帮我把这个男的查得明明白白 男的在一家很有名的保险公司上班做保险代理 他未婚妻是个少儿英语机构的培训老师 本地人 住家里 所以两个人没住一起 男人的手机号和微信 朋友也帮我搞到了 好吗 果然快要结婚了 这两人双双劈腿可还行 这时候我就以为 这是个同学聚会久别重逢 旧情复然的老套狗喜故事 男的是渣男无疑了 但是有一点我还不确定 就是他到底知不知道 我女友不是单身 我决定主动出击 我搞了个小号去加这个男的 备注是朋友介绍 咨询买保险 好友申请很快就通过了 对方主动发了个你好 我假模假样的说 我是一家四口 想给全家人买保险 问他们现在有什么不错的产品推荐没有 这男的特别热情 说家庭保险要根据家庭结构 还有我的预算来配置 他发了一份文档让我先看看 说里头都是他们公司的王牌产品 以及过去帮客户定制的成功案例 然后不好意思的跟我说他马上要登机了 等下飞机再联系 我去看男人的朋友圈 几乎都是工作方面的内容 还不如他微博有看头 两个小时后男人给我发消息 哥我落地了 您尽管把需求和预算告诉我 我没马上回他 转头去给女友发消息 问他几点的飞机 他一直没告诉我航班 他的理由是项目完成的时间不确定 但我现在才明白 他是怕我去接机 女友没回我 呵呵 他还不知道我早都到机场了 我躲在街机的人群里面 死死盯着出口 我看见他戴着墨镜出来 挽着一个高个子男人的手 说说笑笑 两人出去后上了一辆出租车 我的车还在地下停车场跟不了 等我回去之后 女友已经在家了 他没有任何异样 见了我很热情地扑上来抱我 说是没告诉我航班信息 就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 然后他从行李箱里 翻出两袋泡膜 说是百忙之中特意给我买的 嗯 这要不是在机场的特产店买的 我把头拧下来当板凳 接下来的几天 我在女友面前不动声色 趁他洗澡 我偷看到了他和那个男人的聊天记录 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 我 我既然从来不知道 女友能玩得那么开 人前淑女床上荡妇 简直就是他的写照 更踏马过分的是 不是在我的床上 而是在别人的床上 我在微信上找着男的 说我预算足够 重疾险 医疗险 受险 意外险什么的 能给我配的都配上 要用心给我多制定几种方案 我要好好对比下 我还说 如果我满意的话 就多推荐几个朋友来他这里买 为了展现我雄厚的经济实力 我把死党的豪车 戴泳池的别墅照片 都发在朋友圈 无意晒给他看 不发我的事 不想暴露我自己 这男的更热情了 对我做一个歌 又一个歌 每天早晨准时发微信问我早安 不是提醒我降温盖家衣服了 就是提醒我今天是暴雨预警 出门记得带伞 草他大业 搞得我有时候睡起来 恍恍惚惚惚的以为对面是我妈 偶尔我会回他谢谢 这样又过了几天 我刷到牛小号更新了 你说是我们情深原浅 我说是你为爱不够勇敢 就是这句话让我怒了 他为爱不够勇敢 无所谓 我会出手 反正跟着男的聊了这么一段时间 铺垫的也差不多了 有天晚上女友公司聚餐回来的比较晚 这次是真的 他主动跟我视频给我看了 我在微信上找那男的 他和我要过手机号 我没给 一直都是微信联络 我随口问他理财型的保险怎么样 能不能买 他给我巴拉巴拉发了一堆话 分析优劣 我一个字都没看 等了差不多十分钟 我又给他发了条消息 我说虽然结婚了 还是放不下你 尤其这次我俩见了一面 好像把以前的感情又唤醒了 但可能是现在的日子过得太平淡了 新鲜感作祟 我也不想对不起我老婆 那男的给我回了个问号 我马上把消息撤回 又给他发了条语音 我说兄弟 不好意思 我发错了人 他说没事 他没戏看 我直接给他打了个语音电话 问他有没有空出来吃个烧烤 我心里不痛快 想找人说说话 对面忙不迭答应 说哥没问题的 我之所以敢跟他见面 是我根据两个人的聊天记录分析 这男的确实不知道 你又有对象 因为你有告诉他 今年过完年 就和没谈多久的男友分手了 天天吃我的 助我的 花我的钱美容保养 开我的车和小姐妹嗨 结果在旧情人面前 立单身人设 够可以的 我开车去接他 他上车第一句话就是哥 这车没见你朋友圈晒过呀 我笑了笑 没接这个话 咱要的就是这种 对身外之物无所谓的感觉 他自顾自的说 你们有钱人是这样的 好几辆车换着开 爽 大带我找他 让他觉得有点受宠若惊 在车上基本都是他找话题聊 我随便附和几句 喝酒的时候 我故意装作很郁闷的样子 跟他解释 刚刚给他发的消息 本来是发给我前女友的 然后我问他 兄弟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是真的放不下 他黑黑笑了下 说哥我懂你 男人嘛很正常 不过你现在有家庭有孩子 可千万别让嫂子知道了 我问他 兄弟你说实话 如果你是我 你会怎么办 他当时喝了五六瓶 情绪估计是上来了 终于给我坦白了 他说哥你还真别说 我遇到跟你差不多的情况了 然后他那嘴就跟放闸了的水一样 把所有的事情都说了 他说自己订婚了 但是同学聚会的时候 碰到了上学时候的班花 班花现在特别女神 更漂亮了 他实在没忍住 聚会后两个人 就去附近的酒店了 我听到这里 觉得好他妈恶心 但我面上 没露出任何情绪 鼓励他继续说 他觉得有点对不起未婚妻 可班花不乐意 一直约他出去 最后他也是没办法 只好骗未婚妻自己要出差 和班花去外地玩了两天 班花现在就特别上头 一直让他跟未婚妻分手 但他不太想 我说那你怎么不认真考虑下 跟班花在一起得了 他说哥 新鲜感这东西的确很诱人 但是我觉得他就像这盘花生米 下酒的时候吃一吃挺好 但是终究不能代替大米饭啊 别说还真别说 这孙子说的有几分道理 但你错就错在 你这么吃的花生是别人碗里的 然后他继续 说他未婚妻是独生女 父母一个是医生 一个是教师 以后老了有退休金 还能帮女儿带孩子 而且老两口在婚前 就给女儿买好了房子 之前结婚的时候 就住那套房子就行了 小两口也不用操心房败 听到这里我对这男的更加鄙夷 合着他不想分手 不是因为未婚妻这个人 是舍不得人家的条件啊 我给他倒酒 我说兄弟你厉害啊 就同学聚会见了下 人家就对你念念不忘了 这男的和和乐忽然靠近我 表情神秘 哥我再跟你说个事 我看着他直觉不是什么好事 他说今年过年回老家的时候 其实帮花就主动找他了 那时候他有男朋友 还没分手呢 他俩找了个度假山庄待了两天 我皱眉 想起来今年春节的时候 是有两天联系不上女友 每天都是到了晚上 他才回我一条微信 说招呼亲戚太忙了 根本没时间看手机 原来是这么个情况 现在回想 我简直就是投猪 我借着喝酒 掩盖住自己想刀人的眼神 平复了下心情 单单说兄弟你这就不厚道了 他说不怪我 要怪就怪对方太主动 不过毕竟上学的时候 有过一段暧昧 两人也算是弥补了下 曾经的遗憾 他本以为过年那次之后 两个人就算了 没想到同学聚会遇上 斑花又扑上来了 他有什么办法 我遗憾你妹 弥补你妹呀 我俩就这么边吃边喝 聊了几个小时 这男的把跟你友的前前后后 吃了几次饭 睡了几次觉 全跟我说了 作为交换 我也捏造了一些谎话 引得他跟我心心相惜 差点要跟我拜靶子 我可屈你的吧 什么东西你也配 原本以为他只是个 不明真相的劈腿渣男 原来早他们给我戴帽子了 我能忍 当天晚上回去 我就上网下单了一套勤聚内衣 直接寄他未婚妻家里了 名字我留的是这渣男的 目的就是营造一种买东西 结果地址选错了的假象 只想偶尔就一下花生 舍不得放弃大米饭 老子给你把碗鲜了 我做了一个决定 帮女友跟他的白月光 就梦重圆 自从那晚以后 渣男开始对我知无不言了 他来跟我吐槽 说他未婚妻最近不知道怎么了 好像发现了什么 突然开始查他手机电脑 说话也总是阴阳怪 气意有所指示的 幸好他把各种痕迹都抹掉了 然后他又说自己开始有点慌了 可能真的应该跟斑花划清界限了 前段时间的确是有点过于沉迷了 我扭头看着沙发上玩手机的女友 给他真诚建议 那不如你约他好好地谈一谈 否则我觉得他不会轻易放弃 万一哪天冲动找到你未婚妻闹就不好了 他回我 跟你说的对 我过几天就越 我 X 你在我面前可真是不避着 女友这边 我每天都开始故意找茬吵架 就算他哭了 我也绝对不会去哄 他跟我闹我就摔门走人 就这样过了一周 有天他冷冰冰的跟我说晚上要跟闺蜜出去玩 可能不回来了 反正回来了也是吵架 我说去吧 好好玩 他走了以后 我给他闺蜜发消息 我说我计划弄一个求婚仪式 想请他帮忙出主意 什么 你说他闺蜜可能会提前泄露给他 随便他喽 我又不是脑壳有包 真的要求婚 他闺蜜当即表示很激动 我说那要不今晚上你出来 我还叫了几个哥们 大家一起商量下 他闺蜜表示没问题 跟我约好了时间 过了半个小时 他闺蜜突然又给我打电话 哈哈笑着说他昨晚没睡好 脑子还不清醒 今天他跟我女友有约了 改天成成 我笑了笑 没戳穿 说那行 也不急 到了下午 我提前在女友公司能口等着他下班 我得知道 他白月光今天打算带他去哪 五点半女友出来的时候 上了一辆出租车 我偷偷跟着 最后到了一家西餐厅 他进去后 过了几分钟我才进 我怕暴露 帽子口罩都戴着 餐厅环境不错 都是卡座 挺安静的 我对服务员说 有预约 一个高高瘦瘦白白的漂亮女孩 有没有先来 服务员给我指了个方向 然后她要带我过去 我说不用了 我想先去厕所 我根据服务员指的方向 朝另一边走过去 找了个比较隐蔽的位置 然后开始搜寻 果然看到了他们俩 女友特别开心 整个过程中一直在笑 时不时还要跟渣男动手动脚 我偷偷拍了不少照片 我本来想给渣男未婚妻打个电话 然后把照片和餐厅地址发给他的 他未婚妻最近本来就怀疑 找不到什么实质性证据 我这属实是打瞌睡地枕头 但是忽然想起渣男说的分手炮的事情 现在这两个人只是在吃饭 就算我发了地址 渣男未婚妻也不一定来 来的说不定还会被渣男糊弄过去 还有可能直接打电话 给渣男打草惊蛇 于是我决定再等等 我心里竟然变态地开始希望 这两人吃了饭就赶紧去开房 我在车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 终于等到两个人出来了 我怀疑渣男吃了一顿饭 还没说正题 要不女友不会满人喜悦 两个人手拉手直奔旁边的汉亭 我赶紧跟在后头 偷偷录了他们进酒店的视频 大堂太小 我不方便再跟进去了 我开始给渣男未婚妻打电话 我说你老公和别的女人开房了 一开始他不信 我说咱俩可以加个微信 我有证据 然后我用小号加了他未婚妻 把视频发过去 那头立刻打电话过来 激动地问照片里的女人是谁 我又是谁 我什么也没说 把汉亭地址发给他 催促他再不来人可就走了 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 他未婚妻来了 还带着一个女同伴 一个壮汉 三个人气势汹汹地冲进去 一进去就跟前台吵起来了 不用听也知道 他们肯定是问渣男在哪个房间 前台不给 然后两边就吵 我给女友电话 预料中的没有接听 我又给她闺蜜打 也不接听 心虚罢可能 然后我给她和她闺蜜 都发了消息 说我觉得自己最近 确实有点太过分了 我现在已经开车 在去闺蜜家的路上了 打算接她回家 装死的闺蜜 先回过来电话 她在电话里说 女友还在生气 让我不用来了 我特别坚持 说那我更得过来 我今天一定要接她回家 不然我晚上睡不着觉 闺蜜语气就开始有些不自然了 说你先别急 我再论论她意思好吧 我说行 但是她要是还不理我的话 我就去你家门口道歉 挂了电话 我开始气定神闲地等着 月末过了二十分钟吧 酒店大厅的电梯开了 女友和渣男出来了 和正跟前台干仗的三人组 撞了个正正 几个人都愣了一下 渣男未婚妻气炸了 二话不说 上去先删了女友几个巴掌 这女的看着文静 动起手来真是一点都不含糊 删完不解气 又上脚踹 骂她是个勾引男人的骚货 女友吃痛大叫 一边往渣男身后躲 一边喊你有病是不是 你凭什么打我信不信我报警 这话一说 渣男未婚妻更生气了 先示意壮汉拉住维护女友的渣男 然后和另一个女同伴一起动手 打得女友蹲地上抱着头 毫无还手之力 臭婊子还跟我在这装 都尼玛的开房睡起了 说我污蔑你 然后这妹子的骚操作来了 是我没想到的 她从包里拿出了一套情趣内衣 往女友头上套 就是我寄给她的那件 来 今天这里这么多人 都来欣赏一下你的见货有多扫 这就是买给你的吧 你现在就穿上给大家看看 动静太大了 路人都是看热闹 不嫌事大 一个个都举着手机录 我也录 前台和保安过来想阻止 说在这样 他们报警了 壮汉把他们一指 中气十足地说 快报 我正好举报你们这里组织卖银调娼 这女的一看就是出来卖的 你们再多管闲事 就是包庇违法犯罪 气势太猛了 下了前台和保安不敢动了 渣男耸的一批 就会嘴上干巴巴的喊别打别打了 她未婚妻说我先抽死这个婊子 然后再收拾你 乱 太乱了 解气 太他妈解气了 我是挺想接着看的 但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得去准备 我就先撤了 一个小时候 女友闺蜜才给我回电话 说女友喝的有点多 已经在她们的朋友家里睡下了 但是她会陪着她的 让我别担心 我说 好的 我不担心 第二天一早 我给女友打电话 电话里她语气很低沉 说她晚上回来 好 回来就好 就怕你不回来呢 晚上九点 指纹锁响了 女友开门进来 一脸疲惫 仔细看 还有点肿呢 一进门 她就被吓住了 整个客厅被我布置的特别梦幻 屋顶都飘着白色粉色的气球 地板上我用红蜡烛摆出了一条路 里面撒满了玫瑰花瓣 客厅正中间是巨大的新型玫瑰花 玫瑰花中间的灯盘上写着 嫁给我吧 而且她爸妈也在 她驾到市里开车也就两个小时 我特意把她爸妈请过来的 除了她闺蜜以外的其他同学 我也叫了不少过来 屋子里满满当当全是人 电视上循环放着我俩的照片 整个气氛主打一个浪漫而感人 我站在她对面 把一打捧花塞到她手里 特别诚恳地说 最近我做得很不好 我反思了自己的问题 决定以后要加倍对你好 感谢过去有你陪伴的日子 未来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更好更甜蜜 你想要的安全感和保障我都会给你 今天我在你的家人和朋友面前承诺 咱俩婚前我会买一套公寓和一辆车 都写你的名字 给你十足的安全感 女友当时就糟不住了 捂着嘴 眼泪酥酥掉 昨晚被别人狠狠羞辱打骂 今天回来我这里却那么的温暖 而且我这个大冤种愿意送车送房 今天就是潘金莲来的她也得感动 她爸妈听了我的话 眼睛都亮了 然后催她赶紧表态 其他人咽现着惊呼起哄 答应她 答应她 她激动得要死 正要说话 我兜里的电话响了 其实铃声是我提前设置好的 然后我看准时机解除了静音罢了 我假模假样的拿出手机 越看脸越黑 一屋子人面面相去 都不知道怎么了 我深深看了她一眼 然后走到她爸妈面前 说叔叔阿姨求婚可能要暂停了 她爸妈一听几眼了 忙问我到底怎么了 我没回答 把手机投屏到电视 说你们自己看吧 照片里女友和渣男一起吃饭 两人笑得那叫一个开心 女友眼泪还在脸上 看到照片一愣 脱口就问我这是谁拍的 我说我不知道陌生号发给我的 但是看照片上的时间 是你去西安出差那两天 你是不是该给我解释一下 照片水印显示来自小米手机 我用的是苹果 根本不担心她会想到我投上来 前后情绪转化 让她表情有那么几分不自然 但是她还是理智气壮的辩解 说只是出差时候碰到了老同学 一起吃个饭而已啊 这有什么 就知道她会这么说 我默默换到下一张照片 第二张是女友给渣男喂饭 用自己的勺子 现场气氛开始尴尬了 她爸妈 她同学 每一个人说话 都转头看女友 她眼神飘忽 明显有点慌了 我觉得 此时简直应该配一个话外音 First Blood 但她还是强撑着 说绝对不是我想的那样 是她怕那个菜太辣 让同学先尝尝 我当时特别淡定 内心有种猫系老鼠的快感 没关系 你接着狡辩 我不会生气的 这才拿到哪儿啊 画面一变 第三张照片 是两个人手拉手从机场出来 女友她妈捺不住了 问女友这男的到底是谁 女友说话已经有点结巴了 说就是老同学呀 但气势明显不足了 女友她妈在她背上狠狠拍了一把 让她快说清楚 免得我误会了 她说两个人凑巧同一个航班 她那天下飞机 不小心把脚扭了 所以人家扶她了 和过马路扶老人一样那种 两个人绝对没有什么不该有的关系 别太荒谬 谁家好人扶老奶奶过马路 是和老奶奶食指相扣的 我从始至终没有说话 没有质问没有发火 毕竟这么拙劣的借口 在场的所有人都又不傻 都能听出来吧 还有呢 然后是一段视频 满屋子抽气声 女友瞟了一眼 差点没站稳 两个人一起进酒店了 就是我昨天拍到的 我很平静地问她 又是碰巧遇上了 最后我放了昨晚最精彩的那场桌奸大戏 女友被渣男为婚妻暴打怒骂 最后被人把那衣套在头上 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她一个同学忍不住了 说卧槽 她爸妈已经没眼看了 我叹口气坐沙发上 把头埋进手里 不然我怕我憋不住笑场 她妈颤着声音说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让我跟她女儿单独把这些事情说清楚 这时候她那些同学一个个的都说 还有事先走了 人都走光以后 她爸突然冲上去 扇了她一巴掌 她又羞又恼 大哭 然后她爸说 小路 她有点被我和她妈惯坏了 但她本性不坏 这你是知道的 你们俩都要谈婚论嫁了 我觉得任何事都可以好好谈一谈 不要轻易放弃彼此 我揉了揉眉心 表现出很累的样子 我说叔叔 本来今天很开心 请你们过来见证的 但是你也看到了 有人给我发了这些东西 就是想告诉我真相 我现在心里很乱 想一个人静一静 要不今天你们先把她带回去 我俩都冷静了再谈 然后我看也不看女友 就进屋室去了 她爸妈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 女友想跟我说话 我没开门 那晚上她给我发了很多小作文 像个经分一样 前半夜特别诚恳的道歉认错 保证自己从这一刻起 对我言听计从再无怨言 以后会掏心窝子对我好 后半夜忽然开始指责结问 痛批我 除了舍得给她花钱 根本就不懂她想要什么 我谢谢你哦 还记得自从我们在一起 所有的花费都是我出的 第二天一早人走了 到中午她闺蜜给我说 女友要搬她那里住 她爸妈后来给我打电话 跟我说已经狠狠教训过女儿了 求我原谅这一次 她们可以保证 女儿以后肯定不会再犯错了 我通通无事 期间我去看女友微博小号 更新了一条 公主一定要嫁给王子吗 也许骑士才是她的归宿 赫特 你想当公主我不反对 问题是谁家公主半夜背着王子 给骑士发骚话呀 我去找渣男聊天 听到了一个好消息 比我想象的要顺利的多 渣男分手了 分得好分得妙 不分你俩怎么重温旧梦 我还担心她未婚妻那边 舍不得断呢 我假意关心了一波 然后怂恿她去找斑花 我说你小子艳福不浅 一个大美女对你念念不忘 是我 我早感动得稀里哗啦 我说花生米也有花生米的好处 花生还能榨油呢 有你总得天天吃吧 我说我的遗憾是弥补不了了 但你还有机会 别错过呀 渣男估计被未婚妻那头 教训的不轻 本来就有些逆反情绪上来了 听了我的话连连诚实 我说我祝你们甜蜜幸福百年好和 几天后女友突然给我发了一条消息 说以后个走个路 她跟我在一起好了两年 我也不愧 合着之前跟我在一起 是一点感情都没有啊 我生日还应该庆幸 我有几个臭钱 才能得到她的垂青 我去看她小号更新了 一张牵手照 这一次我选择爱情 我关了手机把她在我这里的东西通通打包 直接让人送她闺蜜那去了 接下来的日子 我找借口说出差了 没怎么理会渣男关于保险的询问 我花钱雇了一些人 打电话到渣男的公司投诉她 我本来想安排她个几十上百个电话投诉 但是转念一想这样太过反而太假 就一周投诉一两次也够她喝一壶的 我不时的去世间女友 不 是前女友的微博小号 此时她变成了一个热恋记录 还是只能用那两个字来形容 不 扫 大约过了一个月 我寻思着差不多了 故技重施 用一个陌生号码 给前女友发消息 说你男人在某年某月某日 去某某足遇店 消费了799 结果当然是他们俩大吵一架 渣男来跟我吐槽的时候 说她是不是流年不利 总是倒霉 工作上天天被领导骂 新找的女朋友甜蜜了几天 就开始没事找事 里人都是一个样 烦 我说兄弟你看你这话说的 你有一个这么漂亮又爱你的女朋友 别人多羡慕你哦 她说现在新鲜近过了 自己有点后悔了 你人嘛 相处久了都差不多 而且班花实在是太大小姐做派了 从来不进厨房 家务活那是更不可能干 她之前的未婚妻好歹勤快 就算不住一起 还经常过来给自己收拾屋子做做饭 现在这个连冰箱门从哪边开都不知道 她工作不顺 也没有耐心哄班花 两个人现在是三天一小吵 五天一大吵 我暗骂她活该 嘴上去说一些无关痛痒的屁话安慰她 兄弟谈恋爱不都这样吗 磨合磨合就好了 我背地里继续让人保持那个频率投诉她 有一天她忽然很丧的找我 说想请我吃饭 我说行啊 咱们也有阵子没见了 我俩还是去的上次那家烧烤店 渣男两瓶酒下肚 开始诉苦 说她被辞了 我装作吃惊的样子 说怎么回事 她一副郁闷的样子 大妈现在有些人花点钱 就以为自己是祖宗了 她笑脸抬上落不到好 也不知道想要什么服务 一点不顺心就投诉 把她工作都搞没了 我拍拍她的肩 说没事的 工作嘛 再找就行了 她还跟我道歉 说都还没给你提供服务 我杨作生气 你这话就是不拿我当兄弟 她跟我苦笑 哥你不知道 上班伺候一堆挑剔的祖宗 下班回家 还有一个花钱的祖宗 她很不解 女人怎么那么多花钱的地方 美甲办的卡两千 理发店充值三千 所有的衣服都要花钱干洗 逛一次商场 没有五千块下不来 还有什么衣美 什么水光针 十次一万五 衣服鞋子太多了 家里根本没地方放 跟她好了一个月 不但陆陆续续给花了小一万 还被催着买车买房 问她为什么不赶紧买 早买早享受 渣男说 哥你听听她说的是什么屁话 难道我没房没车 是因为不响吗 我摇头 兄弟我看好你 你迟早都会有的 差点忘了 这家伙之前是打算吃软饭呢 现在没软饭可吃了 可不得自己奋斗了 她又说搬花一个月工资 就四千 也不知道怎么敢这么花的 你他妈当然不知道了 但是因为我这个冤种钱 男友给惯了 那天晚上我陪她喝了不少 听她一直说后悔我就高兴 听到两个人处得不好 我就痛快 不过跟渣男聊完我才想起 我给钱里有的 亲密付还开着呢 我去看了下 近一个月 居然还他妈在消费 我反手关掉 没想到第二天她打电话 一副心事问罪的态度 问我为什么突然关掉了 亲密付 我被问住了 我停顿了几秒 说可能是我不想替别人养老婆 然后她忽然就开始大哭 质问我为什么这么狠心 她是跟那个男的走得近了点 但绝对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 难道我忘了过去 我们俩开心的时光了 她是以为我不知道 她早就跟渣男好上了 同居了 我说你俩都手拉手 走进酒店了 她很坚定的说是一人一间房 我说总不能要把你们进房间的视频也拿出来吧 给彼此留点最后的脸面为好 她不说话了 过了会她又说 那我说我们定的是双人床你信吗 我说滚 她闺蜜对她是真好 偶尔还来旁敲侧击 问我对她还有没有感觉 两个人还能不能回到过去 我说你说呢 我是个正常男人 不是什么小说电视里的二逼老师人 渣男那晚回去酒醒了 第二天特别不好意思的说 哥你一个大忙人 特地出来听我说这些事是耽误时间了 我说兄弟你千万别这么想 不痛快了 想倾诉了 就随时找我 随时给我提供快乐源泉 第二个月的时候她跟我说 她受不了了 跟帮花提了分手 两个人是真的不合适 废话 我早看出来了 不然我是闲出屁了我撮合你们 一个大手大脚的公主病 一个吃惯软饭的失业男 瞎子看了都得呸 我去看前女友小号 那些乱七八糟的矫情感慨都不见了 只留下一条动态 错把路灯当月亮 我对此只有一个评价 见 把月光得到了就成了米饭粒 朱砂痣得到了就变蚊子血 一场让她念念不忘的旧梦 这算是做完了 后来前女友又给我打电话 可怜兮兮的说自己找不到合适的房子租 能不能来我家借住几天 她睡沙发都行 我说不到两千块就能租个一室的房子 找不到就换个中介 她说她看中的是一个精装的两室 但是要小三千 她怎么租得起 我笑了 你租不起房子 跟我有什么关系 咱俩好的说我给你花钱心甘情愿 分手了 关我屁事 我话说的很不客气 我以为她会有点羞耻心 从此离我远点 可我低估了她的后脸皮程度 门上密码我没来得及换 她竟然不打招呼直接就搬进来了 还带着她爸妈给我准备的东西 乱七八糟的特产 山里买的土鸡 说是她爸妈特意大清早爬山上去 给我求的平安符 可能一套房和一辆车的诱惑 真的很大 她说不相信我这么绝情 不然怎么不改密码 我特么真想把她这两个月 和渣男同居的证据甩她脸上的了 不过没轮到我出手 她的猪队友闺蜜又来立功了 要不说电视剧里的巧合 跟狗血那么多呢 艺术都是源于生活的 她闺蜜知道她搬回我这里 提着一箱子衣服也来了 进门的时候以为我不在 特别大声的说 那XX看着打扮的人不人样 怎么就挣那么点 租的房子还那么小 你这些冬装都放不下 衣服在我那里放了两个月 总算能还给你了 嘖嘖嘖 这信息量大哦 这时候我正好从卫生间出来 她闺蜜傻眼了 磕磕巴巴跟我说 她刚刚胡说呢 让我千万别多想 我不用多想 我也不用多说 把前女友还没来得及打开的行李箱 又全部扔出去了 姐妹花也一起赶出去 然后把门反锁 前女友在门外 鬼叫了半个小时 我都没理 最后两个人是被保安请走的 后来听我们共同的朋友说 我前女友现在是卯足了 竟想到凯子 重新找个金龟婿 追她的人还是挺多的 但是她都看不上 她爸妈给她下达了任务 必须再找一个有钱人 能送房送车的那种 我乐了 当时故意为了让她后悔 才说的那些话 把这一家子的贪心给吊起来了 渣男后来还在微信上找过我 说她找了份新工作 现在打算买房了 开弄一个很好的盘 然后拐弯抹角的说了一堆话 居然是想跟我借钱 她说哥你放心 我保证会还你的 我的人品你就放心吧 去你妈的 你有个狗屁人品能让我放心 我找借口 说钱都在理财和股市里 怂恿她去网贷 我说你大胆去贷 房子不等人 等我的钱拿出来了 就借你先还网贷 我也不要利息 渣男美滋滋的说 哥你真好 她买房那天说要请我吃饭 要谢谢我 本然她不可能 这么快就买得到房子 听她意思 贷了差不多五十万 我骂她傻逼 反手拉黑了她 我心里没有任何负罪感 这就是她的报应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